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哈囉大家好我是老宅 阿爾克納命命之輪的陣容配置是相當重要的 幾乎每一關都需要一到兩個坦 一到兩個奶媽 剩下就看隊伍剩幾個位置 來分配輸出 那只要前排坦克不倒 後排奶媽拼命而補 輸出才可以穩穩的清掉敵人 那今天就是來給新手推薦一個非常好用的奶媽 修女 修女是三星的英雄 在關卡2-2的挑戰課題二階段獎勵就可以獲得 那合成條件是三個祭司 可以直接從一星跨越到三星 比起其他三星英雄需要四人合成 那修女的成本比較低一點 修女有兩招技能 第一招治療 每四次攻擊就會補體力最低的隊友 相當於200%周力加250的體力 那第二招信仰的力量 增加自身跟兩格內友軍的防禦30% 那修女的兩招技能都非常的實用 每四次攻擊就會補一次 恢復量又相當的高 還能範圍增加隊伍的防禦 之後還能把修女往上合成主教 主教又是大天使的合成素材 所以說修女可以是前中後期都很重要的 非常推薦新手選擇這隻奶媽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 那之後還有其他心得會再來分享 如果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讚跟分享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才不會錯過新影片的通知 有什麼建議或是疑問都可以留言給我 我是老宅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